似乎没把新闻局给放在眼里 那么新闻局长苏俊斌 他就表示他不知道郭冠英这是什么意思 只表示希望他本人能够到新闻局来办理理职手续 地图才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机关 我不太了解这样的意思 怎么看他这个态度 我想我们一切依法办理 在行政单位公务部门我们一切依法办理 所以说今天他已经被免职 可是他是不是必须要回来办一些理职手续 相关的手续我们还是要处理 所以还是希望他今天能够回到新闻局吗 我想这部分当然我们离职手续不一定要本人 但是对本人来办是比较有权益的保障 局长会不会觉得他这样的发言 真的是很不妥当而且是离职化障 我想我们依法办理也不多做评论 但是我还是强调 绝大多数的新闻局员工都是兢兢业业 在国家所赋予的岗位上全力以赴 我们都给他鼓励 他说一定要申诉 我们尊重他的权益 好国家事件的发展民事新闻会